各位同學,我們這學期 我的部分你們今天大概就結束了 我們結束大概就用一場演講來跟大家分享 主要是我們這個寫作課是分證這樣的部分 然後你們下個禮拜開始要去上論文的部分 我想那應該跟你們來說會更有趣 在你們進入更有趣的一個狀態之間 我們對隔壁班的同學應該看得到 在另外一班 在另外一班看得到我們的同學 下個禮拜就換得過來 我們這學期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我們都從不同類型的寫作開始 包括有採訪、有企劃案 主要是讓你們了解 除了像我們在中文以前的樣子創作 可能就只有小說、散文、新詩這些類型 可是我覺得其實現在在創作播 不管包含在出版還有在各式各樣的寫作裡面 我們有一種類型寫作叫做飛驅購寫作 這個類型是更廣的 包括各種知識寫作、報導允許的 這些深度化的這些都算是飛驅購寫作的一部分 他今天非常高興的邀請到複查 主要是他寫本名 他今天不像本名 他在他被誤稱的名字心底 但是他自己本身的認同是滿周人 所以他是複查 他自己最認為是複查 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那為什麼今天請他來呢 我想大概今天我帶了幾本很早的書 主要是甲骨文這有新版 這不是你們文字學上的甲骨文 所以有興趣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他作成規矩這個名字 而且這本書是一個外國人寫的 他一個外國人寫 中國關於現代中國 他用甲骨文這本 用甲骨文這個書 你本來就很有意思 那同一個作者呢 他中文當然很好 同一個作者呢 今年出了IT革命好物學 那他這個為什麼 等一下複查會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我為什麼跟大家說 要討論廢墟寇寫作 因為你看一本書可以這麼紅 我覺得你們現在也可以慢慢熟悉 開始塗一些後的書 深層的書 透露的書 然後這個東西可以讓你更加的去瞭解一些事情 那複查他是在台灣呢 很早就開始推動這個廢墟寇寫作 那在20...大概這10年來 台灣的書版裡面 相當多的關於被做寫作的東西呢 在市場上出版 那他也引起了一些風潮 那你自己去看 如果你去找他的臉書的話 他大概跟網紅一樣 你也可以想像一個出版人 他怎麼樣用他自己的概念 去推動一個出版 好那我們今天就非常熱烈的 歡迎複查先生 然後複查老師呢 這個最大的做介紹 大家不要覺得這件太大 然後不要有壓力 不用買 那個最終的用導的書來講 是因為很階級過寫作的時候 其實他很避開紐約客這個雜誌 也很避開紐約客的雜誌 也很避開紐約客的雜誌的駐中國記者 駐北京記者 或駐埃迪太陽記者 他寫過一些文書 因為這些書在台灣也出版 那我們就透過書 這個實體來去理解紐約客這個雜誌 然後理解背後的雜誌 繼續隨著的脈絡 那我很感謝顧老師幫我提出那個提名 叫《在台灣意味的神》 因為我不是台灣人 那我到現在在拿中國護照 所以當然我沒有武漢肺炎 大家拿上去一點 然後 他為我接綠色的標籤 然後那個 我在我今天從那個過年初的時候 從那個中國回到台灣時候 那我是大力初三回來的 就很緊張 就在家做我管理的14天 沒給上班 然後經過證明是OK的 然後沒有携帶萬物的武漢肺炎回來 沒有携帶中國並不會來 就OK的 好 然後呢 然後那個 這個講究說 因為我是中國身份 所以在台灣提了什麼 其實恰恰是因為我這樣一個獨特的身份 再加一個滿洲文化的身份 使我在工作 或者是在推動這個 最虛構寫作這個主題的時候 這個有一個 絕對是不一樣的視角 那這個視角就是 是我仿觀台灣的寫作 我不是 我其實是很不滿意台灣的寫作 譬如誠實的講我的觀念 那因為我不滿意的原因 在於台灣的寫作 是非常虛構的 可是那個虛構裡面又覺得 又加大很多非虛構 我覺得有點混繞在一起 所以我在2010年 跟台灣做出版的時候 我就幾條線 其實幾條線 就是做非虛構寫作 那就是引進 像有個特爾加的記者 包括其他的記者 他們的非虛構 引進到台灣來 可是 他的一條線是歷史 然後我們以後有機會 可以展開歷史的部分 珍藏這個非虛構寫作 然後我當時覺得 就是 我剛買台灣的 我就一定會關注台灣的文學 那我關注台灣的文學 那我關注台灣的文學的東西 是因為我跟讀在座各位同學一樣 我也是中文系畢業的 我從大學到研究所到博士班 都是讀中文 然後我讀中文到最後 我讀到 古代文學跟古代文學的評論 所以我其實 我的論文做的是昆曲 我剛剛從這裡面有個文學博物 我就哇 我就能看一下 所以當時我去唱昆曲 還演昆曲 可以想像當年的狀態 重點是 這樣一個中文系 出生的背成的人 對於文字 對於文學的敏感度 一定是非常高的 那後來我就到自己 推寫作 然後就趕快脫離他 好真正後話 那 好 我回到樓橋 在台灣 看到台灣的文學寫作時候 我就覺得很不喜歡 很不喜歡什麼呢 因為傳統的文學信念 是覺得文學 還是要針對現實跟社會的 反應 這一塊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我們需要寫我們內心 寫我們情感 這個OK 但是如果文學 真的都要在太 我們內在的話 而缺乏對於外在 現實的 非虛構的部分 就是琢磨 或重立的話 我會覺得很可惜 可是我看到 台灣文學的演技 就是 從戰鬥以來 應該說 他本身有非常好的面向 我們看到很多寫作都非常 像 像人間 陳行真 黃春明 那這些都有本身 都是台灣 非常大的一個代表 可是 最近十年 二十年當中 台灣的寫作真的非常非常內縮 內縮到 有很多評語 大家都可以看到 然後特別講究文詞 講究字句的 這個 捉摸 它是跟現實非常遙遠 我們透過台灣 最近十年 二十年 台灣的文學寫作當中 看不到 時代 看不到現實主義 看不到 我們台灣社會的巨大變化 這是我自己覺得 蠻差異的 那我就想 那去了解一下吧 就趕快去東看看西看看 然後我就發現說 這個結構 是蠻更深地固的一個結構 台灣的文學寫作的結構 是非常更深地固的結構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怎麼改變呢 改變不了嗎 因為台灣文學寫作是一個產業鏈 就是說 它有寫作者 它有出版者 然後它有評論者 然後它有政府輔助的計畫案 它整個 它有教學體系 你會看到台灣的文學寫作是一個產業鏈 然後再說 各位 有文學方的人 一不小心就掉進去 然後 然後 你再加各種文學領 然後就學到那個記憶腔 然後 寫完說了 你就變成那個樣子 好 我待會再批評一下 現在已經有一點感覺了 有一點感覺了 可能裡面有人已經在教很多文學營 我不是說它不好 而是說它太單一 它太狹愛 這是我自己從一個外部的角色來看的那個結構 所以那時候我說 好 如果既然文學院 我是文學院主持的人 我不會把自己改變台方式的學院 因為那個結構太強大了 我就用非區構來推動它 慢慢把它把它推到一邊去 我當年 2010年跟2011年 我真是這樣想的 但是我失敗了 我失敗了 我現在進入這場主義 就是慢慢地推 然後呢 我也放棄 但我也挑戰我失敗了 因為我後來把重心轉到歷史 就是這個顧老師一定很清楚 我們說了非常多歷史相關的主題的事物 但是非區構有一個概念 我記得還是入局會出 也能講來講 但我想講2011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做非區構 然後做 在書店做非區構寫座的陳列 然後第一次把那個概念打出來的時候 再陳列出店了 然後我們就 所有的你們說話的表現 請非區構寫座 然後當時這邊出店 其實什麼是非區構 然後我們遇到台灣文學院界 很多前輩跟我說 誒夫查 你非區構寫座是什麼意思 我們不是有報導寫座了嗎 你幹嘛還推非區構寫座 不是重疊了嗎 那我就說 我說報導寫座這個詞的內涵 已經被大家鼓化成一種東西了 那我想用非區構寫座 給大家帶來一些吸的東西 那我指的非區構寫座 其實可能是比較狹隘的一種 因為它很大 我們胡老師寫座也是非區構寫座 蔣老師寫座也是非區構寫座 但是它這個面子很淡 我們如果把它放到歐美、英美基礎上看 你會發現非區構寫座的南丁聖 這個詞裡面涵蓋了所有不同的內容 譬如說 我可以寫科圖 我可以寫歷史 我可以寫政治 那八級初的總統俱樂故 就是非常好的政治的非區構寫座 那裡面理解總統的故事 就是很精彩 它都可以處理 但是狹義的非區構寫座 可能比較偏重的是說 那個記者本身用文學的方式來呈現 就是它的報道 這大陣子可以這麼概念來解釋 我想講是比較偏低的 相對下跌的印象 然後我就必須回到歷史 就看說 為什麼要用非區構寫座這個詞 來替代報道寫座 所以我就想說 我們先追溯一下解釋精神 那台灣的報道寫座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是1970年代初 就是台灣那時候才出現報道寫座的這個改建 這更早還沒用的 那為什麼這次更早沒用呢 很簡單 台灣的報道寫座來自於美國 那美國什麼時候出來呢 美國來自於 出了出來的1960年代 那台灣的東西 包括我現在的東西 其實我們都是被執念的結果 被文化執念的結果 美國出來的一個中心 它中心出來的很快就傳到台灣 台灣就開始學習 大致是這個情況 包括我們的科技業啊 我們很多方面都是如此的 那美國為什麼在1950年代 到1960年代 逐漸推行寫座呢 是因為電視界的發展 就是早期它是新聞寫座的一個分支 那新聞寫座 又來自於19世紀末 80世紀初的文藝寫座 因為早期是沒有新聞業的 沒有新聞業的話 那當然就是 只有說文藝寫座為主 所以在19世紀末 文藝寫座 主要在英國跟美國 這兩個國家 英文藝寫座的國家當中 獲得發展之後 就出現了 五個大部分的一些改變 就是說 我們新聞寫座 要想要真實嗎 我不是文學啊 我跟你不一樣 那我真實呢 我要有時間 我要地年 我要人物 我要衛生 對不對 那兩軍這些 我們不跟他們就出來了 所以 在19世紀末 到20世紀初的前 50年 大臣上 這個時間段當中 所有的新聞寫座 就變成 跟文學寫座 出現了 雙條道路並行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今天 台灣的中文系 學的這個新聞寫座 或者台灣的新聞技術 學的新聞寫座 包括中國的環繞暗體系統 都是從這來的 包括日本也是從來的 其實基本上都是這樣的 那當中美國 他東西發展出來 他電視出來的時候 他對這個新聞傳承的選擇 構成非常大的抗戰 很簡單 電視一出現畫面出來了 那你原來那個 五個W的話 你根本打不過電視 對不對 那個非常鮮活的畫面出來 所以那個 那個新聞寫座 就想說 那我能夠跟他對話 好 他覺得我不能太簡單 我要複雜 我要寫場面 我要寫場景 我要人物的對話 我要人物的形象 我要人物會 我要有心理活動 追逐 又把文學的技巧 拿回來 所以新聞寫座 回過頭來擁抱文學的結果 就是在1950年代 然後他們當時 成功的一次叫 新西文主義 新西文主義 我們是新的西文主義 這是當初 1950年代 它是美國西文界的一個實踐 它主要都是在西文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台灣的人 我們想的很多 知名作家本身都是 战地記者出身 約翰倫威 他們都是 當作記者 所以他們寫的 寫的這個 寫的這個 整個 寫的這個 寫的這個 寫的寫具 這裡就是 跟這個 尤學客就有關係 因為基本上 會視為是 分水令 最有代表性的一本書 就是叫 《文學》 它還有一個 彭雄 遠流出版社在1980年代手機的出版過 這個版本目前已經結辦了 它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它寫的是美國一個農場主 農場主被兩個年輕人非常冷血的殺死 包括了小孩 這樣很思考 這個世界發生了1958年1959年的時候 當時有兩個紐約客的記者介入這個世界 他們怎麼介入呢 他們盡量進行大量的調查 長達五、六年的時間去更多這個世界 在1966年以前的書叫《冷血》 這個大家可以去查 很殘酷 很冷的冷血 這個作者當時為了查任何事情的資料當中 他去調查了警察局 然後被殺害的人的親屬 鄰居 然後最根本是他去調查那兩個犯罪 那兩個犯罪嫌疑人 他們是犯罪嫌疑人當時 他們已經被關到監獄當中 然後他就去跟那個監獄 開始沒有 開始沒有 所以他們就去接觸他 就問他們為什麼你要殺人 你鬥的是什麼 然後一直到他這兩個人 從那個嫌疑人到被定罪任何事 就算是被罪犯 被關到監獄到有時候 所以他在監獄裡面 還陸續讓他保持忘記 一直到他們被放 還有他進入一個人被判死刑 被判死刑 他整個跟蹤了五年到六年時間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非虛構寫作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非常不容易 那他用了五、六年的時間 他最初在紐罪課上連續發表了四個長天 然後他整個社會的資料 有一千多頁的資料 非常紮實的資料 包括警察局的原始紀錄 包括他做的各種訪談 那在日本的時候 我最後跟他講說冷卻 我就來自於這些資料 所以裡面沒有一句是假的 這是他們的標榜專業 那這本書冷卻 就會視為是美國新新聞主義 或者是同時 他因為他是一種小素的形態系 可是他全部真實 所以他就變成跟他把兩種 兩種類都見通到了 在文學界也被認為是類似於推理小說 或者某種類型小說的典範 然後在新聞界也被視為是 非虛構寫作的典範 這就是能確定的故事 那這裡能產生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後來那個寫作者本身 愛向了其中的一個最伴 然後因為那些寫作者的知識同志 其中的最伴也會有一個同志 所以那裡的話就產生了這個論理的糾纏 就是說 當一個寫作者愛上他的被寫作的人的時候 然後產生一個複雜的觀念的時候 他該怎麼面對他寫作對象的變化 因為你要真實嘛 所以那時候美國就討論是說 哇 那他當時是怎麼想的 因為我不知道的事情 就是比如說 那個對方最後是可以處死的 那從寫作來說 我們知道從寫作來說 從虛構角來說 我們希望你的寫作對象更傳奇更好 對不對 我們看了很多很狗想多性的電視劇 突然之後就發生了 然後突然就說他得了什麼診症之類的 因為這個東西才有故事嘛 才有情形嘛 那如果對象就平靈安安的就出了獄 然後 你們倆就通過同志的婚姻就結合了 那這樣也沒什麼意思 所以 當時就是有人就推測是說 那從寫作者來說 不是推測 就是他們來討論這個案例的時候 就會說 如果你是寫作者 你喜不希望你愛的這個對方 背叛死刑 答案是 希望 因為這樣的話 這個故事才傳奇 可是你以為你跟他有一個特別的情懶關係 你是不是又不希望他死 答案也是 所以這個案例還是有趣 大家可以網上搜尋 還有很多這樣的資料 總而言之 我會覺得是說 冷血 這樣一個分水令 從那時候 基本來說 我覺得美國的寫作 就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就是屬於非書寫作 那但是非書寫作 一定會出現造假的現象 就美國在1980年代的時候 就有一個普利茲獎獲得證 名字我放掉了 他是華盛頓報的記者 然後他寫了一篇獲獎的 這個 OK 他寫了一篇獲獎的 他寫了一篇獲獎的一個報道 然後被人政治造假 就是被人政治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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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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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是不是要開燈 那個 造假 然後他為了道歉 他道歉 然後他也是取消 佛利茲獎 那這個事情 我記得是1981年 就是這種情況是發生的 那麼 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然後美國的非書寫作 就進入一個新階段 他們經過大量的討論 證明之後 他們就進入一個新階段 他們叫創意非書寫作 他們在前面加了 改善創意非書寫作 就是創意非書寫作 或者翻譯叫做 創造性非書寫作 所以我們大致講就是說 這個非書寫作 在美國的這個脈絡當中 他是由1960年代的 金西門主義 到1980年代 他的創意非書寫作 這兩個階段 然後從那之後 這個文類就普遍進入到 美國各大學的新階段 或者是非新階段 的一些寫作課程 那包括像本書作者何偉 他們在 他在這個美國普利斯頓大學 他讀大學的時候 就是他讀英文系 他就專門去修這樣的課程 然後 他老師很知名 就跟他講說 在寫作裡面 要處理哪些問題 那這裡面我覺得那個 其他的跟文學相關的技巧 跟你們在座學都一樣 各種修飾 各種比喻 各種句式的變化 都是一樣的 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 非虛構 就是你不能造假 所以你可以每個東西有來源 那這就是在何偉他們 在執行非修行作的時候 那他們要怎麼去執行 那我們就可以講何偉的故事 何偉他到了北京 當紐約克的駐北京記者的時候 他的故事當然很傳奇 因為何偉的故事 我再補充一下 他其實是美國密西西比州 他有冒險傳統的一部分 他的老祖先 他的寫作祖先 就是馬克圖文 因為馬克圖文 他的冒險文學 是非常知名的 然後密西比州的作家 普遍的特質 包括你們可能也許 不太知道的一個 目前這個作家 埋葬在北京大學的 這個衛途福派 叫做埃德加斯諾 你們聽過這個人嗎 他寫的書叫 弘星照顧中國 也一人叫西行漫跡 他就是1930年 他這個人就跑到延安去了 插嘴一下 最近那個要扣告 中國的也是密西西比州 對 是嗎 這個 這個州 有他們一個特別的傳統 基本上 密西比州出了很多作家 他們都有在全世界去探險 包括另外一個叫做史密特 史密特朗 女作家 就典型的左派 兼職左派 價值的全主義者 他跑到印度去跟甘地合作 跑到蘇里去跟史達林合作 跑到中國去跟毛澤東合作 那女子的非常瘋狂 他最後他寫了好多書 都是密西比州的 當然他走的不是路線 但是何偉他就是有那個話語傳統 所以他當年從英國畢業以後 他如說的是畢業之後 他要回到美國 他就說 那我要穿越歐亞大陸 他就坐火車 從西伯利亞走 然後從哈爾濱 然後到 經過東北 然後到北京 然後他到了北京 然後他就說 我後面一定要在北京 擔任了十年 我要在中國這個國家擔任了十年 他們就是有種 我們知道 就是要探險 然後要記錄這個 不一樣的世界的一個傳統 跟歐巴馬的媽媽是一樣的 那個風格 對 歐巴馬有時候 那些人 過頭跑業迷去做那個什麼 人力協調 他才認得他爸爸 他是 對他爸爸 在夏威大學認識 所以也是 就是說 他那個傳統很強大 他後來就到了美國 他就以這個 和平志工團的方式 到了四川 到了四川 就是吳老師的協和主題之一 他四川當了好多年 講一口四川普通話 四川國語 四川江國語 然後他在 後來自在那個 待了兩年 當英文老師之後 他就留下一個書 叫江城 就是在長江邊上 有一道的書 叫烏江 烏江蒜頭 就是中國最有名的 那個白酒的產品 就是什麼叫 就是五糧 之類的 就是那種茅台 五糧 就是那種酒 都在烏江上面 很奇怪 那種烏江啊 水跟土壤 就很適合 有那種衛生物 然後烏江流入長江 他在那個入海入河口之後 就叫茅林 那個 中國有叫茅林榨菜 就是茅林 就是茅林 就那個地方 現在你看茅林 很可怕 那個沿江的那個高樓 就比那個外灘還漂亮 那何偉呢 那何偉呢 待兩年 然後呢 就是進入中國 後來到美國 被駐北京記者 就開始當記者 那何偉的特色是什麼呢 就是到處走 他就開了一個吉普車 考中國駕照 然後那個 到處沿著長城走 走了兩次長城路線 那他把他的紀錄寫著 一個處叫尋路中國 尋路中國 尋路中國 然後他第三個處就是 就是那個甲骨 就是甲骨 那他大概就是 關於中國有散布書 就是我們被稱為 中國散布群 那他的特色是什麼呢 他就是 他不跟上坡社會接觸 他完全都有底層 就是他其他人 全是想人物 然後他每個東西 他都有記錄 為什麼他有記錄呢 因為紐約客有個傳統 就是說 紐約客的記者 派遇到全球的記者 你寫的任何的東西 回到葛國外發表 你們各種 有個專人 叫查證者 他去查證你的東西 是認識者 所以何偉必須把 他所有寫的人物的 資訊 寄下來 他的電話 然後那個人給你打電話 就說 你是叫做 比如說這裡有一個叫做 叫做 這個 這個 不是假的 就是 就是 許多中國裡面有一部分 有一個主角 是在北京 薩克期間 他在北京的長城 這樣開一家 能家 能家三屆 他果然 他就留下那個電話 和姓名 然後 你們各種人 就打電話去查證說 有一個這樣 所謂的作者 來拜訪你嗎 然後你們聊什麼東西 就這樣 這個事情是真的 這是非修行歌的特質 那你們各的查證系統 非常發達 後來何偉寫到了 廣州 然後呢 有一個發現說 原來我們沒有 查證人家懂粵語 他被趕快騙了一個 騙了一個人家懂粵語 一不想粵語 他沒辦法去查證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名字 就是 查證的名字 保證所有的事實 都是真的 這是何偉的 何偉的 這個 寫出過三個世的故事 那今天 甲骨文的部分 很有趣的是什麼呢 甲骨文 大家要擔心 演出過三個世的故事 很辛苦 可裡面 他恰恰相簽了 中國的故事 他寫了一個戰果的譜 他去考察那個戰果的譜 他就是 他多厲害 我看到這個文的 我都覺得 他跑到了美國考古學 跟歐洲考古學家的家裡 去實驗室 去跟討論說 為什麼戰果的譜 就是要一個樹加一個點 要這麼寫 就是為什麼這個音 翻成補的音 那個老師就說 他說 對呀 我也很晚一點 所以他就 弄了好多牛的骨頭 然後拿給我烤 烤 烤 然後真的 拿那個烤箱去烤 重點是做了很多實踐 最後發現 最後他們終於震不出來 把那個骨頭 扔到火裡 那個骨頭就裂開了 裂開成了 就發出噗噗噗噗噗噗的聲音 然後就發現 原來這個骨是真的來的 很有趣 然後呢 反正重點就是 考古學的發現 在加速 在加速 骨頭裂得很快 所以其實古人 就是商周的人 他做了很多這種東西 但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只看到他寫的文字 所以他透過這種 就是 假古文這樣的線索 古文字的線索 包括裡面 中國一個有名的 一個假古學 叫陳孟嘉 這你們都知道嗎 然後他的妻子 就是翻譯這個 艾瑞頓時刻的荒勉 叫趙芳瑞 然後陳孟嘉 他在美國 搜集了非常多的 流失到海外的 假古文字 編了一本 青銅器的一個圖 一個圖的建書 然後在中國出版 他靠那個書 他竟然可以買房子 他在當年 可是陳孟嘉 在很多期間 又被 這個中國的 年輕學者 叫李學勤 被他 剪封器去告他 然後陳孟嘉 最後被迫自殺 不堪羞辱自殺 但這個 不見日學勤造成的 那 我覺得何韋很厲害 他就是不動聲色的 他從上海博物館當中 得到了 從上海博物館的館長 馬承遠 得到了 當年 李學勤 寫這個大四報 給其他人的 原件 他把它副移下來之後 然後 告給自己採訪 李學勤 然後跟李學勤 談的是 夏藩州斷代工程 這都是跟考古有關的部分 可是都跟中國的歷史 跟政治有關係 然後呢 採訪到一半之後 他就把那個信 拿出來給李學勤看 然後就開始 李學勤的表情變化 好 我看他非常精彩 真的非常精彩 然後 李學勤就弄了一下 然後 就是有點 就是他在寫的表情後面 就是好像很倉敷 那張臉後面 又不動聲色 然後他隔了很久 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 我知道你來的墓地 然後他說 那時候我很年輕 就講這句話 他就不想 然後何韋就不寫 他很厲害 他就是那時候很年輕 他裡有很多 意義在眼外的部分 然後何韋就跟他說 後來有一些人 他說可不可以 你對我採訪 不要寫到那個課程序 然後何韋就跟他說 他說 我寫的所有事情 我寫的所有事情 都會經過過 各方面的查證 就是對我 要呈現的部分 你放心 我不會是一個 否定你的形象 或者是歌頌你的形象 就是一定是非常客觀的 呈現各方的資料 所以他沒有對得 就一定任何評價 可是讀者 可以從中看到很多東西 我覺得這是 這句話 我寫作當中非常重要的技巧 那何韋的時候 包括前夜後夜 會談到非常多這樣的東西 就是 包括說 當你的採訪對象 不希望你寫它怎麼辦 那何韋的回答就說 很簡單 你去說服它 所以他們是真的這樣做的 像他就說 他說 我認為你的故事 如果能夠寫出來的話 會讓更多人知道這個故事 然後這個經驗可以分享給更多人 他用很多技巧說服被寫作者 然後讓他故事給呈現 因為做被寫作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不能說 除了不能編之外 我們不能違反 被寫作者的意志 那我們台灣其實看到很多人 就說 你是小人物 我根本就不理你 我就把你寫進去了 對不對 其實是不合理的情況 他們都不會這樣 不會只是這樣做 所以像何韋還有一個故事 就是他的書在中國有出版 但是一定沒有經過刪刑 還是刪刑 他在中國的出版社 是我的一個朋友 是上海藝人出版社的一個編輯 然後何韋就為了考證 中國的這個檢查制度 出版檢查制度 就去拜訪他的編輯 跟他討論說 我的書哪裡要刪 然後要怎麼改才能夠符合 中國的檢查制度 然後把這個故事寫成影片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問對我的朋友 你這樣會不會賣掉 他說其實不會 因為何韋周跟他講 他要怎麼寫 然後你能不能接受這個制度 因為這個制度 可能會對你造成傷害 那你能接受嗎 還是你覺得我要匿名怎麼樣 然後那個朋友就說 我接受沒關係 他不在乎 那何韋說好 那就寫 寫了之後 那個文章名字叫做 我的中國審查官 就是他的書 這個年輕人 年紀比我還小一點點 所以我昨天知道 我的《飛機國審作》裡面 就是非常強調這些東西 那何韋之後 何韋之後 就離開了中國 2012年 離開中國 他到了埃及 又到了一個非常傳奇的 古老國度去採訪 他到埃及生活五年 然後你看那裡出 叫埃及的革命革命期 那我們知道那時候 埃及的莫里花革命時期嗎 可是何韋在做法 他還是回到埃及的革命的路線 所以他那時候 有一半時間 就是沿著那個 迪羅河 開車 又開一整天 然後到上埃及的經驟 著目的考古畢業 跟很多考古學家 去探討 古埃及的歷史跟政治 然後他用古埃及的歷史跟政治 來寫方代埃及的政治 所以他就覺得說 你那個開中國 可能是假的 你那個做法 其實 歷史當中不斷承演 這是埃及 所以他就用埃及的話 他說我們埃及被搶了七千年 可是我們依舊不饒 因為您的河實在太偉大了 那時候去過 你們可能就知道說 那個地方一氾濫 就形成很好的土壤 然後我們也就很豐收 所以你會看到埃及 跟中國的地理結構 是完全不一樣的 埃及就是一條河 旁邊的氾濫地帶 然後就是沙漠 所以核武就是說 你要理解埃及 你必須要理解兩個概念 一個叫循環 一個叫永恆 永恆的是沙漠 循環的是利羅河 不斷免進重複 他說你如果理解這兩次的話 你就知道埃及的 命格 反正你要理解中國 其實你看中國是一個中心點 那個中 那個國 然後那個城 不斷擴散的過程 所以你要比較埃及跟加固 你就覺得 哇這兩次書裡面 呈現的不是 可不是簡單的 就是對當下 中國的紀錄和埃及紀錄 而是背後的文化和歷史 那這個部分恰恰也是 我覺得回到台灣 台灣的寫作當中非常弱的部分 就是台灣的很多寫作者 不會寫歷史 不會寫動聲 我在幾年前的時候 就跟報道者的一些記者 去做討論的時候 我們就討論到這個話題 他說他們當時 第一次難得有非常大的空間 去呈現一篇文章 因為以前台灣寫作 你知道我們說 三五百次就OK了 就不能寫多寫 現在他們就是網路的關係 而且報道者是強調深入報導的 然後他們就可以用 五千字的比例去寫作 可是我覺得 他們真的是沒有辦法 回到那麼重視的歷史 或者他們勉強的嘗試 可是那個歷史 跟當下的連結跟對比 我覺得他們還沒辦法更好 那原因在於 何謂可以發佈連寫一本書 可是我們的報道者 一個禮拜就要交給文章 所以我覺得那是不同的 但是我跟報道者的編迪 跟記者去鼓勵他們說 我說你們長久跟蹤一些議題 比如說跟蹤台灣的實話議題 台灣的環境議題 還有什麼廢墟少民啊 什麼漁工啊 血淚漁工 他們都出了書嘛 我說其實你那個記者 跟蹤這個東西 其實至少跟蹤一年到兩年啊 那你有很多 在你的報道者當中 無法常見的內容和素材 那你為什麼不把他記錄下來 那你為什麼把他全部記錄下來呢 其實可以的 那我覺得將來台灣 也有可能會呈現這樣的嘗試 然後 比較大部分 譬如說台灣的體系 做他們的訓練 包括在對各位 如果你們做飛機鍋的時候 你們真的要記住 那個現場的感覺 要透過各種方式 記錄現場 因為你們最後要呈現現場 然後你們會忘掉 你們根本不忘掉現場的感覺 也就是只記錄那個人說什麼話 那你用他的話 對不對 我們應該這樣處理 那我跟你講 許之苑也能做現場 許之苑 許之苑也是中國大陸的一個記者 他在台灣 在做採訪的時候 我陪他做了好多次 去採訪 包括去像 李玉雄的屋底 有什麼那個 李玉雄 他那個被那個 那個被那個 就是被那個 就是被那個 對阿健當中被 就是他們的家族的屋地 還有很多那個東西 我就陪他走 那他就是非常戰異現場 那他就是非常戰異現場 我今天我印象的聲音 就是那次 陳水扁在獄中 然後突然就是 被禮師放出來 去參加他獄禪禪的時候 那在 在 在台南 台南附近 對 台南第二陸 那我們就從台北 就殺過去了 然後 我們當了很早 然後那真的 人家人海 全部是各種抗力團體 各種知識團體的 雅方 雅方隊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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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呢 等到那個陳水扁也離開以後了 然後大家也都離開了 所有的美食都離開了 然後徐月也都不離開 他覺得 他要看的就是 就是 全部散掉之後的場面 你就看到那個 各地上凌亂的 那個標語 你知道嗎 雙方對立正的標語 全部丟在那個美人館 然後那個 那個殯儀館 突然變成超級冷清的 然後 陳水扁也能運輸的那個 那個 平堂也是顯得 空空蕩蕩 我覺得 徐月也趕快就記錄這些東西 那我覺得 這就是 從周邊的部分 去追溯到核氣 就是 飛虛露險都有很重要的特質 就是說 你不能夠只記載 你要的東西 其實你要從周邊的地方去 去接入 那我覺得就是 我自己在做這些書 以及我在 跟 大陸的記者 在做一些訪談當中 就是我都會有 非常強烈的這個感受 像 紐約克的記者 何偉他離開 這個中國之後呢 下一個去中國的記者 叫做 歐逸文 那他要寫的書家 有些實在 有些大器出版 那他特質成分 他就是說 他任何個採訪 他就要求有個工作助理 他那個 當然他就是也有錢 他可以請工作助理 要求工作助理 把他採訪現場 全部錄下來 然後回到家 打開這個現場 看說 我的採訪會像是 穿這個衣服 是這麼講話 所以非常真實 那你就知道 飛虛露險座裡面 你不去做紀錄 你不去懷疑那個聲音 七個月跟現場 你現在還是哪個長線 因為最終你都必須 釣用文學生的 來去做這些 來做這些復原 可是你是完全真實 你不能做任何的虛構 好 那這就說到 我覺得台灣那部分 在虛構方面 我覺得做得沒有特別的 理想 因為什麼呢 我給你幾個例子 那第一個例子 這個 像萬生 大家都知道 那萬生回家 那這樣一個 一種書 被一個紀錄片 那他最大的問題 就是做人本身 在做身分照顧 那他本身 不是萬生 可是他寫一個 田中石家的名字 那就是最大的機會 可是 這個事情是 台灣的媒體其實知道 後來是日本的媒體 先把它接出來 那我覺得 這是台灣媒體 我自己在思考這個世界的時候 我會覺得 台灣的媒體人 跟台灣的行作界 對於虛構跟非虛構的邊界 一直是非常曖昧不清的認知 然後喜歡有種那個替代 或者是說出於各種相遠的 但總而言之 我認為是說 真的不在理解非虛構 是做這個問題 和文類的特質之聲 因此才會發生的事情 那後來也發生了很多類似的事情 包括我可以舉例子 比如說 再舉例子 比如說 平路的黑水 我覺得這本書很有趣 我不是提名他的話 就是他寫的好壞 他不管 我會覺得 因為黑水 你有沒有看過這本書嗎 聽過這本書嗎 就是那個 媽媽嘴咖啡館事件 那個 生殺案 然後呢 他利用這個世界的原型 寫這本書叫黑水 那黑水 他其實都有 有點對你的關係 那可是呢 我會覺得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 他裡面其實 裡面寫的 都是 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寫的那些人 可他最後處理的是 情感跟情慾 這是台湯作家最擅長的地方 又回到內心 就是你的內心世界 他處理了一些 殺人症 然後還有那個 被殺的那個中年男人 以及他的太太 穿了什麼內褲之類的 總而言之 我就覺得 他完全沒有想到這個 背後現實的部分 反應過 不是沒想到 他可能不想處理這個東西 可他處理的是這個東西 那我當時就想說 這個當時是虛構 還是非虛構 真的是 是虛構還是非虛構 然後當時出版社寫的是 非虛構 那可是他實際是 小說 是虛構 我當時就跟那個出版社寫的 編輯說 你們這個分類 有點問題 分類就是臉性出版 跟人間的編輯討論 你們這樣定義 他會做著你希望 這樣定義 所以那個時候 在出版社寫的當下 就會看到是說 他都覺得這是一個社會世界 可是它是一個小說的方式呈現 可是裡面 所有的心理描寫 都是小說的呈現方式 但是讀者 尤其最好中做 那這樣的話 是合理的還是不合理的 要怎麼理解它 那我覺得 我沒法做出最後的評價 我只覺得說 這一件事情 我覺得折射出台灣的寫作界 最虛弱跟最虛弱的邊界 其實不是很清楚的 那還有例子 就是最近 大家都聽過 就是原本主教的 跟歷史說的 台灣奈入路 你剛才聽過嗎 有 對 剛才你怎麼看的 你說 你先跟他親手 剛開始人都被騙嘛 對啊 就是台灣奈入路 是一個台灣的作者 然後他的 他在仿照這個 日本的 昭德1950年 反正昭德年間 一個日本女作家 到台灣來旅行 然後吃過台灣很多美食 也坐著東方田路 然後這麼一個過程 然後他在台灣旅行的當中 他遇到一個台灣的本地的 異者 都是女異者 所以他最後一個女同志的 一個情感 和結構在裡面 也沒有隱藏力 就是描寫 另外一個附線 就是女同志的情感 然後最後他就離開了台灣 然後他這個書呢 他在日本就出版了 然後在2020年 台灣用台灣最新的中意本 方式來呈現 可是這個人介術書 實際上是台灣的一個作家 虛構 他實際是虛構 所以台灣的作家 虛構了一段史料 他的書名上也寫著說 做著叫做清田仙客子柱 然後楊雙子翼 他有很多線索 他實際上讀了 這是一個日本人的史料 然後把它譯成中文的 所以大家就覺得這是台灣的史料 可是打開 台灣也不是史料 找到這個人 然後就覺得上當受騙 那後來出版社為了火力的事情 就簡直說 他們其實想做一個文學嘗試 跟文學遊戲 然後認為文學的特 跟歷史的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區域跟史之間 就是這樣的辯證 那我覺得 好吧 這樣 因為這個出版社跟我也很少 那我覺得 真的又一次踩到了區域跟史之間 那個邊界 暗面不清的情況 因為如果是我的話 我覺得不會允許這個地方發生 我會覺得說 我們可以用別的方式 在證明台灣的當代的國家 很厲害 它可以回到招惠民間 可以模仿日本人的風格去寫作 那個史料的考證 我自豪的不懷疑 當然假裝是不懷疑 我都知道 我是自豪的不懷疑 因為我不是專家 可是我覺得 你不能夠用這種方式呈現 他跟班生文家 某種意義上 都給我深入道假的嫌疑 其實對 先從班生 已經證明就是道假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道假 就是有帶大家來討論 所以就是 後來他們就知道 因為大家有些反應 他們就改變了 改的方式我也很贊成 他在什麼呢 他說 這個小時候叫做楊雙子 他改的叫做 虛構異作 是吧 叫虛構異作 虛構異作 我就覺得這就創造了一個新詞 為什麼叫虛構異作 因為異作不就是翻譯嗎 那虛構異作 我覺得這種責備的創造 其實反而是增加 對虛構 非虛構 真實想做這種問題的混亂 我覺得大致上就是說 透過這樣幾個 台灣出版界 相關的一些案例 跟台灣的民意行錯 情況 我覺得台灣在這方面 我覺得是存在了一個 愛美的地帶 非常不清楚 那我也覺得 這個 非虛構寫作 大家的台灣意味著什麼呢 就是可以簡單說 就是我覺得 意味著現實 我是特別希望 台灣的寫作者 年輕的寫作者 能夠 能夠 就是這個 擁抱現實 然後呢 看到台灣的現實當中 非常多的變化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沒有寫太陽花 太陽花運動化 它寫成 就是 非常好的話 和非虛構的部分 然後裡面 有一些人物的故事 加以呈現 然後台灣 這個二三十年來的 這個專輯過程 民主化過程 以及大量台灣人 去中國 去經商 產生的那些過程 其實都非常有趣 有很多東西可以去吸 可是我覺得都沒有出力 台灣的寫作大部分 還停留在非常 我內在的內心 的世界情感 情慾 優微的幾個東西 我會覺得 這個就是讓我們 給你接受 包括過去那個 旅神自助餐 也有這樣的爭議 對不對 就是它實際上是 其實那個 不是超級 也不是虛構 非虛構 可是我覺得裡面 多多少少也有這個味道 就是反正就是一個 真實的實踐 然後被寫到一個小時候去的 被寫到一個小時候去的 被寫到一個小時候去的 那這個小時候 這個爭議是很 這個各方討論是 都不同意見的 可是這裡面 隐隐約也有一點點 就是說 到底我們在 處理這些小說的議題的時候 我們裡面能夠 容許多少是虛構 跟它們多少是虛構 或者是影射 因為裡面的很多人 我們都很知道 可以對好無作 那我們要不要處理 我不會覺得這種情況 在西方寫作當中 在英美寫作當中 在英美寫作當中 基本上是罕見的 是罕見的 是罕見的 對 要不我就說 我就叫做幻推替史 剛剛我講冷血 很清楚 它就是一個來自真實現的一個小說創作 可是我都是真實的 我沒有任何虛構 我所有的非虛構 我講的是它的人物心裡的刻畫 可是那個刻畫 是出於人物的個性跟邏輯 就是自然的一個結果 而不是我去 我去 我就真的學過它 可是台灣人就覺得 小說裡面有什麼真實的 很多理由它可以對好無作 這個我非常不接受 然後很多明明就是 明明就是小說 可又說自己是台灣 那也不像史料一樣 就覺得這個混小說太厲害 那我覺得在各位 就是寫作時候 不要調圖台灣文壇 那種很糟糕的地方 真的是擁抱現實 我覺得你們中心的出生人 真的可以去當記者 可以當記者 然後呢 接觸 透過記者這樣一個平台 去接觸現實 然後如果有可以當外國 外國的媒體的記者 會更好 因為他們給你的空間這麼大 如果你台灣媒體記者 其實真的空間很小 然後透過那個歷練的話 我覺得那個 對於台灣選擇改變得非常非常重要 我先分享這些 你會不會分享一下他們的政府 你嗎 他們的政府 他們的政府 OK 對 我這套案例 我覺得必須要講 就是我在台灣 在2011年時候 我在做這個飛距路時候 我就想說 我是找台灣本土寫作的 來實踐了 那我找到了兩個作家 一個是台灣本土寫作的 一個是李志德 他現在是靜文學的作家 之前當作端傳媒的總編輯 之前還當作自由養的電台 自由養的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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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負責記者 再是錢是蘋果 再是錢是蘋果 再是錢是聯合 他自己跟我說 他的經驗就是說 他在聯合跟蘋果的時候 沒有暗的旅途 他那時候在2011幾年 馬英九執政時代 他就開始寫無暗的旅途 所以我們現在看起來 這個旅途真的是無暗的旅途 真的是他正義的 他寫到《泰華泰華泰華運動》 書為止 2014年為止 這也是翻古 其實是2014年出版 那這裡是 另外一個是叫黃毅寧 阿波寫過《日常的中断》 跟《幽賓的邊界》 他是政大學年出身 做過《日常的中断》 去年出身 其實也非常好 但是他們兩個人 我不用加 但是他們兩個人寫的都不如 另外一個從中國大陸版的記者寫的好 那個人叫趙思樂 趙思考的思 快樂樂 他現在美國讀政治學的碩士 國際關係碩士 他寫的主教叫做 《他們的征途》 就是寫中國的那些女性 她們在爭取民權 人權 自由 民主 他們選擇了四五讀女性 然後她們的書 幾個分成兩部分 上面跟下讀 上個部分就是 在福溫時代 貌似開明的情況 他們有突然的空間 整個就往上增長 到了高點之後 他們以為他們可以站到果實的時候 突然吸氣在來 然後就憋來 那個設計得非常巧妙 就是五讀故事 上面都是爪先走 然後上面就突 就很慘 那她當然寫的時候 寫完之後 故事後來更慘 包括裡面很多綠竹中的先生 都被關到監獄上去 生死不明 長達五三點 然後她們寫完之後 那時候她在躲到海洋島 躲了兩個月 就全力寫的書 當中跟我通過兩次電話 每次電話通過兩小時 就能探討那個結構 因為她們卡在結構上 然後因為我當然知道 那麥克風 我就是幫她提供一些建議給她 然後打通之後 她們開始閉關就寫完 寫完之後給我搞 我一看 真是破關 裡面好像只有 一兩處一條路在卡住 在時間的程度上卡住 因為最奇怪的很多 有一個特質 就是那個 我把它配合叫三一律 就是你的時間 地點人物的故事 你要盡量地 你要轉換 要自洽 當然很多人就是 你中有我 我中有 你把地圖繞進去 就是台灣很多的 寫長篇 就把自己卡住的狀態 那可是處理得好 時空觀念很重要 那總而言之 她就寫完了 我覺得太厲害了 她就跟我說 在她到達 抵達台語之前 千萬不能發出任何訊息 因為一旦出片發出以後 她就被卡在廣州 來不了了 然後呢 整個全部運作完了 她已經到了桃編機場 然後我們開始發人發訊息 非常精彩 然後她到了之後 她就再回去了 她在台灣整個做了 若干場實惠演講 然後又把趙先生 然後中國當中的情況 就日益各化 她最後就怎麼辦 她說她知道怎麼不去了 因為出了一段有書 又發表了一段言論 就跟台灣各界 被中國北京視為危險人物的接觸 所以她就只好去讀美国的說詩 最後的原因就是趙斯樂的故事 她的征途 我覺得一個女生 她今年才三十歲 就是出頭 今天 然後非常利益非常多 然後跟那些人確認是 這個 鑽到大箱裡 鑽一本去奪進來 那個 然後這個 冒了風險 然後去 比如說像劉曉多 當時被關到 這個被關到 被關到天地的時候 她的先生 就去探望 然後她也是跟 跟人確認是結婚 然後再離婚 然後再結婚 就是我覺得她的 非常現實的一個 很 我覺得真的很 很戀愛的一個女孩子 我覺得她 當她在處理情感的時候 她也會將那些 沒有生活經驗的人 只會在咖啡館裡喝咖啡的作家 寫情感 她不會這樣寫的 因為她經歷太多東西 我一直覺得台灣 就是要組他們 這樣一個現實的 所以 台灣的推虛夠 就是我希望 今天後來的請我來的 我們也是希望 台灣如果處理這種 會變成房思棋的 對 就是房思棋或女神自助餐 這樣的類型 其實某種意味 都是有這個東西 像女神自助餐裡 我在作獎 講一下我的感受 就是當時那個作者 在臉書留言 我都很想看過 跟蹤的事情 有跟蹤嗎 那個作家 在臉書解釋 然後她給我一句 寫成信 我會覺得說 哇 這是一個二十歲不到的女孩子 的一個心態 一個感受 就是她的寫成信 然後 可是當我知道 她的女弟已經四十歲的時候 她已經不適合這個問題 新任的時候 我會覺得她 這是怎麼了 一個四十歲的女人 怎麼會變成一個 十八歲強女孩的方式 來講話和思考 你知道嗎 那個非常可怕 所以後來我就 大致去瞭解這個作家的狀態 發現她在那裡的集團 也出過書 然後我就覺得 那就是一種 台灣文壇的結構 塑造她的結構 就是 你可以說她也是被害者 她這個結構 給困住了 她要裝出那種姿態 來去迎合這個文壇 還在這樣 有很多解釋 其實我也不想知道她的細節 可是我覺得她很不健康 如果一個四十歲的女人 也出過出版書 你這樣當時寫作經典 也都有一軍 然後就 所以原來就非常 很理督的狀態 非常 非常 不 非虛構 所以我覺得 真的要強調非虛構的精神 不管是你將來要寫歷史 還是寫情感 還是寫政治 還是現實 我覺得都要 擁抱這個現實 好不好 我們開放一下 大家要問一下問題 對 等一下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問那個 副查老師 因為主要是說 我請那個 副查老師的原因 也是想說 讓大家可以 理解一下 因為如果找一個文學的作家 我想她可能會 分享她的創作的歷程 可是找呢 比如說她的總編輯 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她自己觀察的一些 最近幾年的出版的狀況 那還有比較 我比較好奇的是 你去年就是 前幾年出了一套大歷史的書 那你接下來你會 往哪方面走 我先回答這個 就是我去年跟前年出版一套世界史 二十一本 然後整個出版計劃 從開始操作到出版本 是長達三年半的時間 因為它就是很長 當初我給自己彼得極限 雙月雙書 每兩個月就出兩本書 然後就按一個節奏走 那二十一本當然 要至少出一年半才出完 所以就把自己逼得很惨 那这种情况在台湾出版界 其实是没有这个先例 就第一出版连续出版 二十亿本的这样的长一个套书 至少之前在可能1980年前 当然是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可那个年代台湾还没有加入 国际版权公约 其实大部分都是盗版 然后自己就是翻译完就好了 那我最近的二三十年当中 应该没有这样的尝试 所以那时候也是出生流度不怕火 就是把这个做了再说了 当中遇到很多问题 但是把它都克服掉了 做完之后你知道吗 那个出版社书店 就对我们充满了非常高的期待 我们在做2020年的出版计划 给书店的时候 书店说好像没有亮点 我说为什么没有亮点 我觉得很多亮点 他说为什么没有套书 你知道套书 他们都觉得好像应该带来个套书 我说对不起 我说真的不可能一直这样做套书 我今年会做一个小套书 只有三本套书 就是叫做 应该讲的叫民族发明学的 近现代世界史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大家觉得 考虑民族发明学的 好我想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对此大言的熟 中华民族就是在19世纪 20世纪初 有这个国民党系的文化人 发明了一个概念 因为他用中华民族 这个发明好之后呢 他用它来解释 这个中华民族会建立一个中华民国 就跟日本的大革命族 背后撑起一个日本人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 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解构 是你叫民族国家 对不对 就是你 这是同时发明大革命之后 产生了一个概念 就是你以前是帝国 或者封建的邦国 我们以前的情况下是 你是什么人 不重要 不是中国人 不是台湾人 我就是 我就是中立人就好 你知道吗 我没有在乎是台湾人的概念 也没有国性的限制 后来从大革命之后 进了新的民族国家之后 就变成说 我是法国人 那既然有法国人 那普鲁士就变成德国人 那普鲁士怎么变成德国人呢 他就说我跟你不一样 所以普鲁士就 就赶快就找那个 他们的民间的语言 就出现了格林童话 因为格林童话 这个东西是从民间里发掘 一个东西 跟你法国话不一样 因为你法国话 是法语 拉丁语 是非常高端的东西 我是很低端的东西 但我跟你不一样 所以他用这种语言 浪漫主义的语言的民谣的东西 去区隔这个法国 所以形成了德意志 这是大陆的脉组 然后这个脉组当中 在欧洲就普遍发生 包括希腊 你知道希腊在1860年 在所谓希腊革命的时候 他们当时为了证明自己希腊 有多大时候 他们把希腊的范围设定 是包括今天巴尔战北部 很多地方都是属于希腊的 可是我们今天知道 巴尔战北部 什么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你们都可能都定了 阿尔巴尼亚 海大地 克罗尼亚 很多的都分裂出来 为什么呢 就是希腊主义失败了 他说我是希腊人 结果他没有转成希腊人 那中华民族这个建构呢 其实也没有成功 他说六五立方式 把新疆西藏民族 都变成中华民族 他说台湾也不是中华民族 对不对 那台湾说 我不是中华民族啊 对 所以这就是中华 就是叫民族发明学的概念 他们发明了民族 背后是要建立一个民族国家 那在东亚社会 这成功就是韩国和日本 因为他们的空间 把这边把牛纯拿过来 把这个白海道里面再拿过来 把俄罗斯人赶出去 那边界就清楚了嘛 都是五大国民族的 然后呢 就变成日本现代人的 那中华民族就是 就是新疆西藏民族 就是找不清楚 那台湾将来都面对 如果是台湾民族建构的话 金门跟麻水怎么办 对 这就是这样的问题 那个边界里要不要跨过去 你要跨过去 你就会跟那边产生关系 所以很多失败的案例 就是那个《真本事介绍书》里面谈的 就是 这些全世界各种 非常有趣哦 他传到一个国家叫 台湾的地上叫做上级巴默 在非洲 这个靠非洲 这个东边的海岸 他被称为叫做 叫做 叫做 非洲香港 他就是一个英国殖民地 他有贸易体家 但是他一直在社会 他里面的人 就是本来都是 都是阿拉伯人跟 就是那些商人的商人 后来呢 他们做黑毒贸易 就把好多好多黑人 就搬开了党去 结果里面 他占了一多半路口 那这一多半路口 就说我不是上级巴人 我不是这个 我是非洲人 我是塔三平亚人 所以他后来 这个岛屿就背货 就像香港一样 就陷入挣扎 说我到底是哪里 英国里面的人都有吗 那台湾情况也很像 因为台湾有一部分人说 我是中国人 一部分人说 我是台湾人 所以他也看了一些 我们是论的混乱团队 那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就谈了非常多 这样的一些国际的案例 像包括那个北二呢 我觉得这些英国的知识就是说 你不是说你不认你 你不是那个 你不是那个 你不是大英格兰吗 对不对 那英格兰的苏兰都可以接受 我们都属于一起 可以联合王国 可是阿尔不愿意啊 但是北二南 就是阿尔南的南边的四军 跟北边的二十几军 它们一间就是不同的人 天体比较轻较差别 所以英国就很简单的好啊 那南边就叫北二的 你就归大义国 归英国管 那边就独立了 然后它们产生非常多的 有趣的认同 比如说这个 北二南这个小地方 它们最认同的概念是大变变 因为它们觉得 我们可以用大变变 来把整个的爱尔兰 苏克兰和英格兰合起来吧 就好像台湾有些人 最可能盖着成大中华主义 因为我们大中华 可以把新疆西藏 然后先让台湾 新疆活动包起来吧 对不对 那那个 可是英格兰说 我们就不是大国国一国 我们不是大国一国 我们就是英格兰啊 那个里面 有非常多这样的一些 争议跟草子的故事 就是出了这样的 三不清楚 这是今年的出版计划 这个也太偏离 对对对对 那我刚才还是闻到 我们的老师 就是因为那个YouTuber 有一个老师 他说他有问题想请教 因为他自己就不变参 对 然后他提到就是说 实际当中 当然有所谓的想象 对对对 然后比如说像盖夏克 那都被 当然前中华以前 也有讨论过这些东西 那就主要是说 史书的虚实交融 是面对神谣缺乏的必要手段 所以那非虚构 写作什么时候可以容许虚构 非虚构写作当中 其实是容易虚构的 我们用非虚构的词 就证明它里面应该有虚构 它强热说 这个东西有现实依据 可是你的虚构 是虚构的合理的 比如说我在这个场合下 我们做一些文学的描写 这个虚构其实是文学的描写 包括场景 包括动作 包括心理 包括一些细节 因为传统的词诀 或传统的新闻学 是不支持这些东西的吗 它是我要的 可是非虚构就是我要的东西 但是要 你可不可以破坏 整个的实时架构 答案是不可理的 所以要有胡老师这个人 要有复杂这个人 这个不能虚构 不能变成前中实家 这不行的 这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在这个大的原则之下 那胡老师的 对胡老师的虚构 他心里有个想法 可以做合理的推测 那这个推测是基于 胡老师的人格特质 对我们不能 推测胡老师内心非常澎湃 那不符合他 他可能就是很坦荡 很少爱 假设我们这样 我觉得那个是 合理的性格的推测 那就可以 所以史记当中 我个人觉得古代的文类 比较难的是套到今天 因为我们其实从二十世纪初 我们现在用所有的文类 其实都是西方人类的殖民的结果 比如我们讲小说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中国没有小说 应该讲就是没有这个 怎么讲 比如说好 我们是用小说 装本词会 来替代《红楼梦》 对不对 可是《红楼梦》在当时的文籍下 他叫什么 你知道吗 叫奇书 叫奇书 叫四大奇书 也就是说 在原来古人的概念当中 是没有他不叫小说的 但当然他比较接近于 现在西方人创造的 这个《红楼梦》的概念 那《红楼梦》就被我们 翻译成中文的小说 所以《红楼梦》就变成小说了 这个过程我一直强调说 我们要这样子把它输理出来 然后我们回到中国本身的文本 中文写的文本当中 它们非常符合西方的定义吗 No 不是 所以看到说 像中国传统的 中国传统的文类当中 就是基本上是 《红楼梦》跟《红楼梦》 《红楼梦》跟《红楼梦》 那《红楼梦》跟《红楼梦》 那《红楼梦》就发展出 就是像从史迹 而《红楼梦》是来自史书 从史书当中 当然有《红楼梦》《《红楼梦》》的这个造型 然后慢慢演化成笔记呀 还有些 有些抒情的一些东西 出出来 那这个传统一直到的 《清风代末年》 都是很强大的 都没有受影响 然后那个百画写作《红楼梦》的诗歌 《红楼梦》的《红楼梦》小说 《讲史》演绎的东西 其实是在宋泉之后 受到我们的佛经 或者是这种 我觉得是受到异族文化的干扰 这个异族文化 包括佛教文化 包括北方的文化 他们来的时候 要以百画方式 去变成新问题 然后被中国的士大夫所接受 然后就变成一个比较高科的东西 就像昆去就最明显了 昆去昆去就是很民间的东西 后来士大夫介入就改造了它 然后昆去变成一个很压的东西 但是里面也有很压的成分 所以中国的问题是 它有它自己演练过程 那我们现在在中文写作当中 其实受制于那个传统文化很多很多 我们其实现在写伞文化 我们都没有办法跳出去 那我觉得这个 何伟他们所代表的美国的 或者英国的非去购物 这完全不一样的传统 我有时候觉得说 那我们也是被制律 就是我如果把它推向台湾来 我们就学它的写作方法 去建造一个新的轮廉 其实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实践 因为我们从20十个世纪以来 所有的小说 包括如今的《阿Q正传》 还有新的诗歌 还有戏剧 其实都是从西方那边 直接的把它翻转成中文而已 对不对 它也不是我们原来的样式 我们没有写分区 没有写杂剧 也没有写什么经剧的剧 其实都是西方移植的结构 只是换成中文的 它内在结构是非常非常西方的 那我们还需要西方 继续刺激我们的中文写作 所以我会觉得 这些西方写作 如果能够移植到台湾来 是非常棒的 那这种写作家是 只有英没有 欧洲也没有 我那时候在做我版权的时候 就去思考看看 法国人怎么写 看看德国怎么写 发现他们没有 日本人也没有 但他们有一些特别都在不喜欢这种文件 它是英伪的 而且是非常跟新闻结合的 非常一起 那纽约克是法律 他今天为止还是如此 他这就是这么一个 一类的文件 不过你这样看下来的话 那你觉得以中文的背景来讲 你怎么 就是中文当然 就是他们现在学的 而且特别是台湾的中文系 非常强调古典的方面 那这古典如何在 现在我们谈的《非诚作》写作里面 去做实际的结合 我会说你觉得从古典里面 你怎么去思考现在的 对 我自己是在《非诚作》当中 当时的事实是最终的 就是叫做文艺理论 那文艺理论当中 就是实际是接触古代的文论 所以我们常常都会接触古代的文论 那你会发现古代的文论 不管是诗论 还是诗论 词论 还是文论 其实是非常孤立的体系 那个体系呢 在原来的东亚世界当中是OK的 它又影响到日本跟朝鲜 也影响了越南 可是它在西方近代以来 它完全被抛弃掉了 它就很无情地被抛弃掉了 那我的观点是非常的大胆 我的观点就是 全谈其化的观念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的社会 已经不是那个社会了 你想 从建那个社会 对不起 我们在这个科学 所有的一切 都不是那个社会了 但保留了汉字 那汉字里面 就像基因一样 有个东西藏在里面 通过我们学古典的时候 那就进入我们的脑袋里去 可是你真的用那个文论 用那个写作 你能写过什么东西呢 我当年也尝试过 就学那个秦汉八大加塞文 也尝试过 但也玩过 可是只能说玩而已 我真觉得就是这样 我看过大部队有个作家的贾平娃 他的尝试很有趣 他就是用过那种很秦汉的 足足的风气 现在在里面 OK 蛮有味道的成功 可是我觉得 其实也经过一个现在的转化 在这个情况下 在一个国际社会当中 你像台湾 你一定要高多国际化 你才行 你能读的结果越多才行 所以我会觉得 在座中文记者 你不要读太多的古文 然后读古文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要读古文 脑子不要被古文签证 我自己就经历过 我那时候记得我在读明清散文的时候 尤其是晚明散文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跟着我看 好像士大夫一样 然后一天就说 就是士大夫啊 因为你知道晚明散文 你觉得自己像唐英文 对 这唐和乎诗酒风流 你知道吗 然后整个词 你看如果你能把鱼的岛贼 把鲜铁漏气的岛贼 放到你自己的岛贼 你这边很可怕 你知道吗 这是我的观点 所以我非常不喜欢 肉依诀的明朝的这道理 就是说 我们如果在人类文明遇到危机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种文明 投资到未来的时候 难道我们投资的是万明 那种堕落的文明啊 当然不要 我才非常不喜欢这些东西 所以我会觉得那种 可是当时我在读书的时候 因为我当时在上海读书 上海就是江南文学的大本营 就是现在研究的大本营 每天都可以做这种事情 然后我还开车 到了很多晚明的文人住的地方 因为都在附近嘛 苏州、杭州、长属、西大街 就看 这个小山丘 当时已经在这里 显得成城市集 很有感受 就觉得自己变成唐伯虎 所以觉得不好 其实我觉得对一个现代人 有意义不大 那这种一些价值是什么呢 这种一些价值是来自于 20世纪以后所建构的白化体系 就是我们其实是在白化体系当中 那我们从古文当中可以得到一些营养 但是我们如何不被那个营养的 就是非常重要 就像我之前有讲的案例 就是说 害群之马 害群之马的字 我就说开了笑 我们不是不能用它 我们可以用它 可是它是误用的 因为第一个 马不会害群 第二个 我们都知道 马是一个非常群体的动物 它不会害群 人才会害群 马不会害群 那为什么害群之马被误用了呢 送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个官员 叫刘氏安马 刘氏光虎之岸 那他第一次把庄子的害马变故 变成害群之马 那庄子的害马什么意思呢 他说我们不能 这个皇帝去问一个小男孩说 怎么能够治愈天下 那小男孩回答说 放马才来 他说很简单 去弃害马这样而已 就是去掉那些对马有害的事情就好了 就是无为而至 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老庄子的无为而至 就不要 政府不要更多干扰民间 干扰市场 这样社会 就是这一次说话 那具体害拿着 我们学古 其实我们知道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可是当了宋代 就把它改成叫害群之马 然后现在就变成害群之马 那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当我们用这个词说 我们还是要明白它的难约 然后里面有很多 错误的思维方式 其实要不把它拿掉 不要被影响 那如果真正想成为研究者 你当然可以成为 古代名学 古代历史的研究者 真毫无疑问的OK 可是你们不见得都成为研究者 而且我们社会 也不怕 拿那么多研究者 对不对 你们加上百分之九十九 可能都会做别的事情 很像我家做出版 或者做记者 可能像帮老师 所以 我会觉得 那个东西 千万不要被影响到 对 如果还在青少 还在科学考试之前 你们可以这样做 因为你们可以判官 现在你们不再说 对不起 你们既不能判官 你们又没钱 哈哈哈哈 这总是 他也没有分析过我了 OK 好好 那个我想应该有一些 我演讲 我说一定要请 那个讲者来到现场目的事 都是要给你们一些震撼 那有些震撼你们 虽然大意 所以可以回去 震撼 不过我说他 你看他也有写过博士论门 所以 他也写过中文性的博士论门 所以那他 那刚才复查现任 因为他自己有 就住过不同地方的经验 然后他也有 不同生活的经验 所以他能带给我们一些 不同的想法 那我想如果你们现场 或者说刚才 有人有网络传给我 就是说隔壁的老师 传给我说他的一些问题 那你们现场 他也没有一些问题 想问 那如果 如果 对 那经过现场 有没有问题要问 那边有网络 没有他只是 就你讲话像饶神歌手 太快了 他讲话太快了 对对对对 好那没关系 那如果 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 差不多演讲就到这边解释 不会想 嘿嘿嘿嘿 哈哈哈哈 对 那个 吉他何伟啊 他说 这当然就是说 就西方的这种 记者派出到外面 然后他们怎么可以 花五年的时间才 就是说 他是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常在性的工作 然后写书这个东西 是在他做记者调查里面 衍生出来 是说 他本身被开那边 他们其实就是 赋予他的物要去 这种方面 不是 对 所以 他应该是用 自己本身的记者工作 这个我觉得是西方的 整个媒体传统 因为我看过太多西方的记者 不管是住哪里 还是在国内 他们本身都会把他们写作的经验 写作的素材 写作的追踪的那个对象 研究的对象 最后变成一本书 然后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西方这个 讲英文 不讲西方 太大的 这是台湾 我们出版界 我们的媒体界 我们的大学老师这个团队 我们是断裂 我们是六年纪来 可是在美国不是 美国他这个传统就是说 反正你知道是记者 你除非是不是不争气 我就是随着混日子 那可能也有 我不知道 他有那些书 他如果想有好 他努力表骗的话 他就会写文书 然后他会根据他的采访的经验 跟记录 然后他会把那个领域 去做重生思考的挖斜 然后就变成文书 那书可能 可能写的好 可能写的不好 可能卖到国外去 可能没有卖到国外去 都有 那都也真的是一个传统 那回到何伟 何伟他们是这样 何伟他自己 他说他们就是 他可以帮纽维克写一篇稿子 他在中国变国败移 就是这么 因为他拿的是美国的稿费 那中国成长非常低 那何伟的人 也不是那种社会 很高消费的人 他就是很一般 就是民火时代酷 对 就是牛仔裤 然后他你看 他开车去乡下去 掌车掉 他就花到钱 不会花到钱的 其实台湾的记者 我也遇到一些 他们的时候 他们去到国外去采访 去菲律宾 去店面 编定采访 成长其实非常低的 其实你主要成本是机票 主要是机票 那期待成本 其实是不高的 但是你得到 那个素材写的文本之后 给你带来的那个影响 因为你变成了这个里面的专家 你变成了这个行业的意见领袖 好像那个 我们那个阿托就很明显 就是你要搞过东南亚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能力 很多政府机构 最终都照着他 因为他就是去过很多次现场 然后他做了很多被你这个调查 然后他不是学生 可是呢 因为他有公共知名度 那因此呢 他就是 从这样的事情做到中 我就也会得到很多反馈 那个反馈就变成是说 诶 政府或不我机会愿意给他一些钱 让他去菲律宾去住点 两个月三个月 然后他那两三个月当中 他又得到一些新的素材 跟人物骨持 又变成他下车时的能够助理 就这样形成一个比较正强的情况 但是台湾那个精神还不如美国好 就是比如我们的市场市场小 我们的一本书 比如说 卖三千个 我们只能给他结算三千个的稿费 那这个稿费其实是不高 十万块 上下而已 那这个上下当然就是 也就是一张机票 两张机票而已 那跟美国比就不行 那我觉得美国市场大 然后另外有美国的机制更健全 再加上卖国际版权的收入 所以我觉得他们整个的系统是非常健全的 对 这让我想到 有一次应该林立青吧 他写作工人 然后那个出版社办活动 然后就找了一个 研究中国问题的 亲大的教授 然后跟他错谈 真的 然后因为我们这几年 其实出书都是透过这些外国记者去了解 不管东南亚或者是中国文 对对对对对 这时候翻译的作品 大概都是这样 东南亚出了很多书 大概都很多是记者写的 对 那现场我就问那个中国问题专家 就说他对何伟的这种作品的看法是什么 他现在没有听过何伟这个人 就很好奇就是说 他的作品到底是谁在读 就是说怎么会一个研究中国问题 就是他对现在的中国 他用很多统细数字在看人口问题 但他不知道何伟是谁 所以我就觉得很好奇 怎么会有一个中国问题 大家不知道 可能我也就是历史界的人 可能我也就是历史界的人 对啊 所以我也很想到 到底是谁在看这个 我跟你说 可能台湾世界的封闭 其实我觉得像美国 像何伟和欧益 和欧益的那些人 他们讲的中国代购 三五年五六年 然后写背诊书 他们就被纳高 中国专家的那个 大功能 然后呢 但是呢 中国专家 中国专家 他有分很多层次 他比如我们 核心智库的人 他们提供 比如说非常针对中国的各个领域 比如说像 政府制度 必须做的部门的探讨 那是一个层面 可是就一般民众来说 他们的核心经验 可能不发展 更代表于中国 更普遍的影响 所以基本来说 我觉得这是美国的一个情况 所以美国那时候 当然核心跟欧益 他们有一个变论 就变论如何看待中国 该如何输入中国 那那是领域时报 都刊登的 所以可见的概念很广 可是我觉得 在台湾的实际有很多 还是比较丰厉的自己的书房 那他可能在这个 某个领域他很专业 可是他这种大结构 都不知道 就好像我在 做出版的歌 当中我遇到很多情况 因为我在中国生活 知道中国的官僚体系 是不是会被做的 我们左外总年纪 你知道吗 他在做书之后 就常卡住一个问题 然后找艺术 然后找那个老师 讨论老师 研究真博文老师 其实不知道 为什么是这样 他问我 我说这还简单啊 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要有那个经验 但你觉得 你透过大量的资料 然后数据 然后在数码里面 写的东西 其实就是空中的 对 我觉得那个就是 所以技术的价值就是 你在现场 对 然后你深入到你社会的研修 而且真的还深 还深 对 因为我自己 以前在四川做考古 有些东西 你一定要到 去四川做考古 给我最大的经验 并不是考古 但是你要面对现实的那些人 对 但是还是很复杂的 然后所以我说 对那个经验是非常难的 我想以后 因为你们还有很多经验 不管 你们以后要去中国 要去哪边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中国学校去 这区会写作 今天没有提到那个刘少槎 但是刘少槎 对 upside 刘少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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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寫的很好看 就是有些人物 他自己的感受、穿插 到現在看起來還很好看 那是他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其實變成一個中國文的研究症 他是人類學校 他本身在陽山、麻生病村 他的上述是甚麼? 都是陽山 他本身都結合了非常強烈的開業經驗 他大概十年才出一輪出 他已經累積了 他本來是八題出發 後來展開了一輪出發 那當年就是說 我可能會把老師的手 他是學者當中 就是走非虛弱路線當中 有學術的特質 但又有些非學術的東西 做得非常好 因為我們在清華時候一起上課 我是覺得像胡老師 胡老師我會找他 我會練成你把你的經歷 然後轉變成非虛弱等分 那其實你想想看 你在加拿大生活園的時間 就變成一個紀錄 就是一個觀察 我覺得大家要記住 你們素材無時不刻都在這方面 都出現 就包括我本身都可能是你們素材 就是這樣 所以非虛弱它不難 你要有心 你看何緯原來的事情 很想很想 想到了這個角度 就覺得自己值得寫吧 他透過那個小故事小人物 他就有個大的試驗 一旦連對寫之後 就形成一個非常不一樣的觀察 對我們這樣說 另外一個就是科普 比如說西方的文類科普 算是很重要的一塊 那你會看到這些科普的作者 他可能有的是記者身份 有的是常常在一些雜誌寫文上 然後他願意花五年的時間 在大學讀書館 收集各種學術的論文 然後專書讀過之後 然後再寫成這種科普的作者 就是在台灣好像很少見 有這樣的可以花這樣的時間 去做一點事情 我覺得這個怎麼是缺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相信文字很好 就是可以將來我們發展發展 因為台灣的科普要不是實專家老師 然後呢沒有中間狀態 那我的西方範圍力 就是有龐大的中間狀態 這個狀態他們不管是在學術機構 他會被寫通圖的東西 還是在西門機構 也被寫有深入的東西 那個有很多做作家 做媒體的人 他就說他其實是半個歷史學家 其實你看何有雜古 你覺得他現在已經是半個學家 因為他對古代考古的認知 其實可能比我們在座各位 都可能比很多專業老師都練得太多 因為我的老師比如說 像我上海的時候 在讀書的時候 認識一些南京大學 跟上海國館的考古學生 他去指揮那一點點 他指揮那一點點 我記得上海做那個什麼 那個松澤 松澤考古的 真的他去指揮那一點點 他連音樂什麼 他都不敢進去 那我覺得那個事也太讚了 所以那也是 中國現在考古學 讓他只能看到 他不讓他理解架構 對對對 這是中國 因為架構是我們黨主的創 對 這個其實跟現代是有關係 因為他就讓他去認識局過 你就不會有大的架構 去思考整體的歷史 對 可是 可是真的是透過考古以外 有這個大的架構 有一個動人在這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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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很喜歡 對 找 человека 他 Figictions 你